奶茶妹妹张泽天曾入股的BOBS一天飙升39% A2奶粉的春天来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部分 作为澳大利亚高端洋奶品牌BOBS 主打产品有全天然婴幼儿腐蚀 以及高端山洋奶配方奶粉 自从明星股东曾经的网红奶茶妹妹 也就是现在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的太太张泽天加入后 BOBS备受中国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关注 2017年,公司收购了全澳最大的山洋奶供应商Nuluk公司100%的股权 通过整合上游资源 获得了垂直的婴儿配方山洋奶供应链 在2018年,更是与20多家中国在线平台 比如我们熟知的京东,唯品会,小红书,阿里巴巴等签订了共和协议 2019年,现后与贝因美,Chemist Warehouse和孩子王合作 也是进一步拓展下游战略合作和品牌拓展的渠道 本以为在公司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市场定位下 又有京东系背景的明星光环 股价势必能够一飞冲天 但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2019年6月,中国发改委颁布了 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提出,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国产婴幼儿奶粉品质和竞争力 并将自己水平稳定在60%以上 受到此消息的打架 BOBS的股价在2019年5月创下了1.5澳元新高之后 连续两年连年走低,跌至最近0.3澳元附近 而就在视频录制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13日 BOBS发布公告 第三季度公司应收1850万澳元 同比增长了96% 国际市场销售额也是同比增长了489% 这其中,中国市场销售涨同比增长156% 并且公司在第三季度实现了正向现金流 这个公告发出之,BOBS的股价直接跳空高开 最高涨着了6个月以来的最高价0.51澳元 最后收盘也是收在了0.5澳元 上涨幅度达到了38.89% 这样的利好消息同样也是带来了奶粉板块的上涨 作为澳大利亚奶粉业的老大 低迷了一年多的A2股价也是上涨了13.5% 创下了近6个月以来的最高涨幅 但股价却不及一年前的一半 去年7月份,股价创下了历史金高 近20澳币之后,近一年多来 受到疫情的持续影响 股价持续跌至了5澳币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脚踝战 曾经在代购圈里 那可是一贯难求 甚至要大打出手才能抢到的A2奶粉 在澳大利亚关闭国门的一年多里 澳洲既没有留课也没有留学生 那么公司也是曾四次下调了盈利预期 不仅在业绩上节节败退 还遭受了股东的集体诉讼 公司发布的2021年财报显示 公司一直依赖的代购销售渠道 持续疲软 中国婴儿产品市场份额萎缩 加上中国国内的奶粉行业竞争加剧 本土品牌市场份额也是持续加大 最终导致公司在2021财年 收入直接减少了30% 期税折旧,攀销钱利润骤降了77% 尽管有市场消息称 国际食品巨头 雀巢曾向A2抛出过橄榄枝 但依然难以提振股价 UPS上季度首次实现盈利 是否就意味着A2的寒冬也已经结束了呢 首先,这两家公司在经营上有比较大的差异 UPS通过过去三年的整合 已经实现了养奶从源头供应到加工生产 再通过各方合作渠道销售的垂直商业体系 而A2它目前奶源为一家澳洲上市公司新莱特 并且销售渠道也是高度依赖着个人代购 其次,UPS的最大股东持股14.26% 是一家由阿里巴巴投资的A2 Capital Global Export to China Fund 相比之下,A2还是被制裁的名副其实的洋奶粉 因此,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 通过中国政府近年来扶持、监管、统整 国内奶业的各项政策也可以看出 进口奶粉的市场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压缩 而BOPS在最新的财报中还称 半个季度开始,产品销往美国 并有望在10月份实现沃尔玛的线上销售 虽然A2也曾尝试进入美国市场,但结果呢 却并不理想 至于已经精通了中国各个电商平台网络关系的BOPS 能不能啃下这块蛋糕呢 虽然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可以肯定的 也许曾经顶起半边天的代购渠道 让A2在众多奶粉品牌中脱颖而出 但是A2的管理层可能在近一年才能体会到 什么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就像我们投资常说的 这鸡蛋啊,它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公司的销售渠道也亦是如此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